声音是有温度的,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 好久没有人听睡间故事了是吗? 唉,就算我不讲睡间故事,你也要早点睡觉,好不好? 不睡觉的话,会有黑眼圈哦,然后,也不能长高高。 好了,不逗你了,那我给你讲个睡间故事吧。 兔子小姐喜欢和小熊先生一起玩,因为小熊先生总是傻傻地陪他做任何事。 小熊会让小兔子爬到他身上,然后把他送到树上看星星,也会蹚着水,被小兔子过河。 可有一天小熊不见了,小兔子满大街的跑,问,小熊去哪儿了? 可是没人见过小熊先生。 小兔子一路问到了村口,终于村口的黄鼠狼爷爷告诉小兔子。 那只半熊听说前面村子里种出了一颗超级大好的胡萝卜。 他一大早就拉着一只蜂蜜去换胡萝卜去了。 小兔子小姐听到这里,虽然满心欢喜。 他还是很担心小熊为什么这么晚还没回来。 他就坐在村口等。 等啊,等啊,等到天都黑了。 。 终于见到一个跌跌撞撞的身影,披着月光颠簸地走向村口。 小兔子跑上前去,看见小熊手里抱着比他还大的胡萝卜。 他就问他车呢,为什么不拿车拉回来啊? 小熊憨憨地摸着自己的头,笑着回答。 嗯,路不太好,太颠簸,我怕用车拉回把胡萝卜抖坏了。 就只好抱着回来了。 小兔子听完心里美滋滋的,但嘴上却是说着,瞎子不准丢下他不管。 两个人就一路把胡萝卜抬回去了。 回去的路上小兔子问小熊先生, 为什么要拿那么多蜂蜜换一个胡萝卜呀? 小熊先生回答说, 因为我喜欢你,我不想做浑世魔王了。 我能做你的小熊软糖吗? 行啊。 吐子小姐放下小熊先生的胡萝卜, 轻轻地抱住了小熊软糖先生。 好了,小傻瓜, 停着乖乖地睡吧, 我就是你的小熊软糖先生啊。 晚安好吗? 晚安好吗? 我会有什么想法吗? 便能吃白衣的手蜜糖软糖, 我就是你柔软糖, 感谢观看